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邀请到华人最富盛名的总编辑 特别来分析这次的整个选举结果 到底是如何 有请纪书铭 纪总编 纪总编你好 你好 重庆 是 我想您已经看了整个开票过程 昨天朱祝大概是开了5个小时的票 然后有了一个特殊的结果 那就是他从开票开始一直到开票结束 他们两两之间的落差一直是7% 而且第三势力看起来真的在那个地方不动如山 还在慢慢的继续成长中 纪老师您如何来点评这种独特 而且过去30年 所有台湾选举开票过程里面 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有请 其实台湾这么多年直选开票 其实都一个模式 唱票拿着票读一下 这个好像是不像大陆电子的摁一下 这个检票做的很原始 但是很认真 这个是看着是蛮过瘾的 那么我看整体的选举结果 基本上跟我们以前这个评论当中没有相差很多 我们的预测非常精准 但是有一点 就是还是有些意外 什么意外呢 就是柯文哲的票 他能够又达到百分之差不多27 这个是有点跌破眼睛了 那一般原来认为他大概就是在百分之二十几 二十二左右 二十二 但是他一下子可以冲到百分之二十七 这个可能要分析到底最后是什么力量 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选举结果 各差近百万票 三组人马都在百分之七左右 那白军作为第三次力量 理论上应该是成军了 这次选战看 柯文哲的挑战对象 他主要还是国民党 他的挑战对象主要还是国民党 虽然与国民党的侯友宜是百万票的这种差距 那么但是要知道 我是觉得最后时刻 柯文哲是超越了自己 他虽然没超越这个侯友宜 他是超越了自己 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了 大概率他应该是在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二 二十二十三这样 那一下子进到了这个二十六点几 进二十七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国民党最后弃保不成功 被反弃保 差距其实就在这百分之七 如果这个百分之七 这个是国民党弃保成功 那民进党跟国民党 这个就是一种拉锯了 可能他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获得成功了 那么另外呢 这个支持柯文哲的主要是年轻人的票 它是代表着台湾的未来 虽然有人说 这次是打破了魔咒 因为为什么我们原来都是说 得年轻人就得天下 但是柯文哲是得了年轻人 但是没有得天下 那台湾的年轻人 但是我们要知道台湾的年轻人是未来 你四年以后 八年以后 他们如果还在柯文哲身边 那么国民党 维持原来都是一些老者的这个层面 被淘汰就是迟早的事了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他作为第三次力量的存在 已经是看到了 所以对国民党来说是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他是危机四伏 对不对 当然我想也会有例外 国民党如果知道问题所在 就是青年年轻人 年轻人不喜欢国民党 但如果国民党要与之抗衡 要堵截民众党 要赶上民进党走出自我 那他就要吸引年轻人 让这个比赵少康还要年轻的赵少康 要多一些 对吧 这一次我们看到赵少康的力量 已经为国民党拉回了不少的影响力 我是这么看 当然国民党也不是完全一无四处 其他的基本上还是照着我们原来谈的 这个预判的这个结果 对吧 是的 季老师说的好 事实上很多的社会或很多的民主 都一直被二元队里牢牢的抓住 总是在非黑几百 或者是两党恶斗的情况 甚至这种人物都打假球 演戏给观众看 然后牢牢的控制住整个社会资源 而现在台湾真的有所谓的第三势力 大家本来绝对不相信会出现第三势力的 他就稳定的出现了 而且从我们知道的12% 上到了我们认定会出现的22% 在最后的关头甚至到了27% 然后我们也都算得出来 四年之后还会有多少新的年轻人成为首投足 而四年之后又会有多少老年人 从民进党跟国民党老去 而且不再出现在投票场合里面 这么一来一往国民党目前是33% 如果四年之后他再下降5% 就会升为28% 民党如果再下降个3% 他就会成为37% 可是如果在四年后 民众党成为32% 甚至33%以上 那他就不再是老三了 所以柯文哲这种精于计算 而且喜好投机的人 他一定立刻算出这个结果 这时候他心里一定有一个新的决定 而且我们几乎可以笃定 四年后柯文哲一定会卷土重来 那时候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您认为民众党以及柯文哲 他会做什么样的铺陈运算 然后来让他自己先稳战第二 甚至窃局第一呢 记住 我是觉得柯文哲的目标 主要对着呢还是国民党 因为赖金德 他基本上已经机关算尽 这个40%就是他的基本盘 这个40%他其实在一开始 他没有赖皮料的这个状况下 他就是40% 后来有了这个赖皮料出来以后 跌到35% 后来才开始回升 基本上他的这个基本盘就在35%到40% 就是这个所以民众党 最后的目标应该是对着国民党来的 而且国民党呢 这个也看得出 他这一次是很团结 但是这个当中也有很危机 互相埋怨和直怪 接下来就会出现 那可能他会就是那个对整国民党下手 那我是我是这么觉得 但是他民众党并不是铁板一块 因为他民众党那个 如果说乌合自重呢有点难听 有的都是 但确实也是乌合自重 有的是从这个其他几个党转了好几次转到这里 那么这一批人在未来 这个因为你这个民众党你是一个还是一个关键少数 到底你是会在有些议题上支持蓝银还是支持绿银 一定会有分歧 其实现在这种分歧已经看到出来了 所以他要经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个如果说国民党在这一次当中 他能够吸取教训 对吧 如果吸取教训 他重新真的是走上改革的路 那我看这个国民党现在跌到33%呢 也差不多就是他的基本派了 再往下跌 这个空间也不是很大 所以如果说他真能够那个痛定失痛 把这个青年这股力量能够吸引和组织过来的话 再加上这个四年以后 那个蒋王安能够成熟和站出来 配合这个韩国瑜赵少康等等 这个老中青的这种结合 国民党还是会有希望的 所以这个民众党也不要轻易这么说 我第三支第三力量已经站起来了 这个我觉得还只是一个苗头 能不能成熟 要看国民党到底他还能不能撑得下去 你这个柯文哲一个人的魅力 能不能变成全党的魅力 因为原来这个宋楚瑜分裂出来的时候 他的力量也很强了 清明党那个时候 后来也慢慢泡泡化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说 他已经完全成形 牢不可破 还未是过早 好 感谢纪总编辑精彩的提醒与点评 但愿真的有一只 这个世界主持善良的 看不见的手 在后面慢慢的运作之中 谢谢纪总编 感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对